数以万计的抗议者在开罗的抗议行动进行到第18天 他们要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立即辞职 穆巴拉克周四表示他不会下台 埃及官方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说 军方领导人举行了会晤 并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 穆巴拉克星期四晚上发表电视讲话时说 他将把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利交给副总统苏莱曼 埃及官员说 穆巴拉克保留解散议会 解散政府并且修改宪法的权利 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民众 先前以为穆巴拉克会宣布辞职 他们的情绪立刻从欢欣鼓舞跌落到绝望愤怒 示威民众不断发出嘲笑并呼喊他必须下台 他们还把鞋子在空中挥舞 这在阿拉伯世界是表示藐视 你可能会不要转发出了 你怎么可能会不错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